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女孩 从小就身体残疾的我和妈妈呢 就是在农村过着朴素淳朴的农村生活 我们呢,因为残疾的身体没有什么朋友 在自媒体上呢,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心人 首先呢,我非常感恩你们对于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呢,都能点一个强烈的推荐 妈妈呢,残疾了59年,我残疾了30年 一路走来了,从自卑到坚强 从就是流下眼泪到就是自己告诉自己 眼泪并不能改变什么 这一路走来了,就是一直坚定着那份坚强意志力 很多人呢,说现在的残疾福利很好了 只是你们呢,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事情呢,没有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这几十年来呢,就是我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每个月领折的残疾补助是50年 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呢,生活都没有办法过下去 我们来说呢,你们真的幸运太多了 所以当你们就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 遇到压力的时候 想想我们,你们都是幸运的 而妈妈呢,属于重度二级残疾 我们的双脚弯曲变形 不仅双脚残疾,我们的双手呢 也是重度残疾,关期,瘫痪无力的 这样的双手在生活中呢,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无法像你们正常人一样上班挣钱 不然我们就在农村自己种些菜 过着自己自主的农村生活 我很感恩在自媒体能够遇到那么多的好心人 有些好心人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给予我视频中的赞赏 谢谢你们 昨天收到一个好心网友 赞赏了30元 谢谢